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进行的是维积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向量场 Vector Field 在介绍向量场之前 我们先介绍纯量函数 什么叫做纯量呢 Scalar呢 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只有值没有点的 这个是三个变数 三个变数 那么我们这是一个三 应该说是三个变数 就要画图的话 变成四度空间 我们没有办法画 那么我们赋予空间上面的 每一个点都一个值 不具有方向的 就叫做纯量函数 纯量函数 我们举个例子像这样 XYZ的话 这是个三变数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想呢 我们可以再想是说 三度空间里面 每一个点都有一个值 每一个点都赋予了 它的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 像是比如说 像是在大海里面的 每一点压力 在大气周中 每一点的空气密度 或者是例如说是温度 这些都是 只有值没有方向的 那么既然是三个变数 我们需要的是 四度空间 所以我们没办法画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透过一个 等值曲面 这个叫做 Isotemic Surface 这个是希腊文 他们我们可以怎么 怎么来了解 这个图形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利用的是 就像是一个level surface的方式 我们可以定不同的数字 像是各位同学看到 是这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三度空间来说的话 这边是 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了 这个 这个函数值是数字的话 它就是三度空间的一个球 如果是一 那么就是一个里面的球 四的话 就是半径为二的球 九的话 是半径为三的球 那这个就叫做 Isotemic Surface 我们可以利用了这样子的方式 去了解它的变化 现在我们来把这个 弧长的话呢 要导入了我们现在的 一个教学的部分 因为这个弧长在线积分里面 是一个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角色 那么假设这个是RXYZ 这是空间上面的一个点 我们把它写成了一个向量的话 这是一个位置向量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要知道的是 这个是一个弧线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它的切线的方向 这个叫做U 那么从这边开始着手起 我们的DR 就是各自的尾分 DX DY DZ 可是我们需要的是 这是一个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长度为一的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预计是要用这个 去处理它的长度 就是让它变成了单位向量 所以我们把它算出了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就是绝对值 就是第一分量的平方 加第二分量的平方 加第三分量的平方 来一个开个平方根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弧长DS 好 那这两个相除 这两个相除的话呢 就我们就肯定了 这个是一个单位向量了 一个长 一个向量除以它的长度 就是它的单位向量 那么就是每一个 都除一个DSDSDS 好 那么我们也肯定的说 这个 这就是单位向量 我们肯定的是这样子算的 这个的平方 加这个的平方 加这个的平方 等于1 好 那单位向量 我们知道了 它是以一个弧长 弧长的思考 来去做的 那么我们在后面 将会用到 现在我们当做是复习 这方向导数 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在一个纯量场里面 Scalar field里面 这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一个函数 我们怎么想的呢 用这个叫做弧长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弧长 就是弧长 S等于0 S等于1 S等于2 这是一个距离的观念 我们要求的是 U方向的方向导数 那么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 方向导数就是DFDS 那么怎么说呢 来各位同学 我们对它来为分 我们写一下 DFDS是什么呢 根据我们前面所教过的 这个是多变数的一个连锁率 各位同学的话知道 F是XYZ的函数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了这样 对S来为分 我们必须要分成了三个部分 好 那么写到这边以后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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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向量的一个内积的写法 因为向量的内积 这是DOT 头成头 加上中成中 再加上尾成尾 这就是我们的向量的内积 而这是什么 这个 我们叫它 这个字 同学的话呢 要会念 这个念DAL 或者是念Gradient DOT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的 U 单位向量 这是我们要知道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T度 我们要介绍T度的话呢 之前我们要再回到刚刚的方向导数 方向导数刚才已经算过了 是Gradient DOT U 那么我们如果希望这个值啊 要极大的话呢 要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想想看 A DOT B 等于AB的长度 乘上COS Z 因为它固定为1 那么 什么情况之下 是最大呢 它的 绝对值的长度 要最大的话呢 当然是希望的是 Z 要等于0 Z 等于0 cos Theta是1 那是最大值了 那么既然是等于1 cos Theta是0 代表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夹角 是 夹角为0 代表T度方向 就是U的方向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 第二个的话呢 T度的方向的话呢 指向 就是纯量场变化最大的方向 这件事情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在前面 方向导数跟Gradient的 这个地方有说明 第三个 T度的极大值 就是这个 这个的极大值 这个相当于 我们把它怎么想呢 我们把它想成是 ΔF ΔS 这个就是ΔS 就是什么呢 弧场 单位弧场的一个变化 单位弧场里面 纯量场的变化 那么这个在 三度 空间里面的话呢 我如果我们把它写成了一个 Level Set的情况之下 这个 有一个特性 这就是我们的Gradient的方向 就是我们的切平面的一个 法向量 这是Normal 这是在我们前面 也要做了过介绍 那么我们复习了一下T度以后 后面就会好用很多 现在我来介绍向量场 向量场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向量函数 Vector Function 那是怎么说呢 它是负有方向跟大小的 来比如说像这样 2X2Y 负1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形容它 这个向量场呢 每一个点 我们把它带进去 是不是都是一个向量 LinX等于1 1 那就是一个22负1 如果说我们是在3呢 3 1 那就我们就把每一个点带下去 都会有一个不同长度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要把它画出来 这个并不好画 我们利用数学软体 我们画一个给各位同学看 对于这个向量场 这个底下是Maple的一个城市 那这个图形的话 对同学来说可能并不是很有感觉 这越靠外面 好像这个向量越长 那么我们最好的方法 就是说要让我们看得清楚 其实我喜欢的是把它画成平面 把它画成的是从上面看下去 就是XY平面 让Z的话呢 这整个对于这个XY平面上的投影 那么我们画成了2D 反而会比较清楚 我令这个完全是0 就是说这个Z值 就完全不要了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中间的话呢 都是向外走的 这个是我们的向量场 那么越靠外面 这个长度越大 越靠里面 长度越小 那这个的话呢 就像是一个来源往外跑的一样的 向外的 那么我们介绍几个向量的2D图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有哪些2D图呢 比如说像是这样子 这个 它的这个向量场的话呢 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出来 它的趋势是像什么呢 像是一个 有一个圆圈一样 绕着一个圈圈的走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这个的话呢 是出去的 这个是 就往这边跑的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 如果有更深一层的 就是在微分方程式里面 我们有教过的话呢 这个地方 这个的话我们称为source 就是来 就是从这边出去的 这个是sink 这边是叫做 就像是水槽一样的话呢 它往里面流过来的 那是这个 这种向量场 这个是给各位同学参考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3D向量的投影啊 这个地方我们都把它 设为0的话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这都是等长的 各位同学要知道 因为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横为1 都是等长的 这个是往外 往外 往外 这个0 这个点的话呢 是source 那这个呢 负的方向 全部对着这个里面去 这就是sink 那么我们再来介绍一个 存量函数 如果我们把它取 它的梯度 就是gradient 或者是我们称为 del的话呢 它的向量场 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后面会介绍 像这样的向量场 我们都称为保守场 那么为什么叫保守场 我们后面会介绍 在这个存量 这存量的话呢 这存量函数 各位同学 你要画存量函数 两个变数的 可以画 我们画成了3D图 那么我们画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图很有趣 从这个角度来看 各位同学 这个点 这个点的话呢 是不是一个相对绩效 上去 这是相对绩效 我们把这个转一下 我们这个轴啊 转一下 直到这边来 我们发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 哇 它是一个相对高点 有没有看到 这个角度不一样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图的话呢 同学都知道 我们去吃那个什么 那个洋芋片的话呢 很多的话 做成圆形的话来说 这边这个扭曲 它就是一个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saddle 这叫做saddle point 像这个点 那这个点的话呢 它的 向量场是什么样子 画给各位同学看 它的向量场的话呢 我们取它的gradient gradient的话呢 就是 它的 就是增长最快的方向 每一个点 它都有一个方向 我们发现 哦 原来是这样的 这个点的话呢 不是sync 也不是source 它是 它是一个 又不是进去 也不是出来的 这叫做saddle 我们这个单元 介绍了很多专有名词 我们大概说了一下 等值的区面 这个我们自己翻译的 这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叫做等值区面 这是这个 在其他的 的那个课本里面 我们会叫做level set了 但是这个叫做iso 我们知道iso的话呢 就是相同的 isotemic surface 等值的区面 那么什么叫做 纯量函数呢 就是仅仅只有点 每一个点都有数值 但是没有方向 没有赋予方向 叫纯量函数 向量函数 也就是向量场 它在每一个点 我们都赋予了 不但是有值 而且它有 具有一个方向性的 这叫做向量场 比较好 然后再次